四位高中这个星期假日在圆柏花莲店的和平广场举办111学年社团联合展演 一连串精彩表演吸引了好多民众围观欣赏 学校同时也以直播方式让远距的同学和家长可以为展演的学生赖交打气场面非常热闹 为了提供学生一个表演舞台 四位高中在这个周末特别与远东百货花莲店合作 之后下午在和平广场举办了111学年社团联合展演活动 同学们勇敢自信地站在舞台上表现自己 带来一连串精彩表演 也吸引不少民众围观场面超热闹 我想首先要非常感谢这个主办单位远东百货公司 给予这个四位高中这个机会 可以让孩子们登上舞台展现自己的青春与活力 真的非常感谢 那四位高中是长期致力经营一个三好校园 我们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多元事性发展 所以社团也是我们很重视的活动和项目 那四位高中的社团今天不管是我们的元武社 而是全国的特优 我们的这个男女男今天也会上台表演 也是这个夺冠的常胜军 还有我们的这个管学乐 他们也是这个刚刚获得这个花莲县的音乐赛的这个优胜队伍 我想这都是我们学校长期培养孩子 在社团中学习茁壮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这次活动除了现场表演 是为高中同事业以直播的方式 让远距的学生及家长们 也能为展演的学子加油打气 董事长黄淑仪也感谢华联乡亲 对学校的支持与肯定 学校为培育优秀人才 会积极办理各类艺术教育活动 这次看见学生自信的展演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思维多元学习的成果 也让家长与国中生 看见思维高中精彩的学成特色 记者徐立晴 华联士报导